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逢佳节 背思亲 这是团圆的日子 那实在的 我们这地球上团圆都是短暂的 没有真正的团圆 那身为人类 还有六道友情的一份子 有的时候能够短暂团圆 就能够 好像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可以作为一个慰藉 可以好几天以前就在计划这一天 所以团圆的日子呢 虽然不是究竟的团圆 但是也是值得期待 那好不容易团圆了呢 就不要去造业 去做不好的事情 像今天中秋节台湾有一个不好的传统 不好的习俗 当然这个习俗 最近大家越来越有人有慈悲共事 要去改变掉中秋节烤肉的这样的一个劣习 为什么大家要来高高兴兴团圆的日子 就要有其他的众生被宰杀 然后家破人亡 分散异地呢 所以这是根本就是不公平 然后看起来是我们人啊 很高兴烤肉了很欢喜 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实际上这就是英国悲剧啊 正在酿成 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真正长久 能够团圆的原因 你不断在造新的业 不断在造恶业 让别人分散 让别人是去生命 让别人家破人亡 你自己哪有真正永恒圆满的团聚呢 佛弟子要求的真正的团圆呢 那是在净土的团圆 大家此生精进学佛修行 一生的时间实在是不长 几十年 对不对 你去跟这些老菩萨们聊天 这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老菩萨 他回想他这一生 也很快就过去了 如果有智慧的人 就懂得用着短暂的人生 断恶修缮 行功造德 或者是弘扬佛法自立立他 那这短暂的一生就充满了意义 充满了功德 那这短暂一生将会造成他来世呢 往生到一个究竟圆满的净土去 在那里才会跟 多生累劫的至亲至爱的人 永恒的团圆团聚 所以在中秋节赏月 看着月亮这么远 月亮在佛法 有的时候它代表菩提心 要有这个菩提心呢 就希望自他一切众生 都能够长久圆满的 在净土团聚 不再受六道轮回的摧折 所以我们这赏月要越赏 越有深度 越赏越有意境 那越赏越呢 大家生命的境界就是 越提升越觉醒 不是越赏越 就是喝酒喝很多 然后装到电线杆上面去 然后赏越 然后放泡 然后烤肉 酿成火灾等等 这些不幸的事情 或者吃了三高 中秋节过以后 突然都晒高 都要去看医生 这种赏越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月亮圆圆的在那里 它对你而言是什么 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个多么吉祥的事情 是不是 都被你弄一些邪恶的行径 弄得都不吉祥 所以我们这个万物之灵的人类 一定要把人生的境界提升 我们昨天非常欢迎 我们昨天非常欢喜 在疫情 现在有稍微 就确诊人数稍微升温的时刻 大家却平安地 做好防疫措施地 过了非常欢乐 有意义的一天 我们昨天进行了大悲法葬极乐家族 一年一度的 越来越慈悲中秋火供大法会 今年是第十五届 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了两届 今年人数更超越往年 比以往还要更多人参加 当然今年只有开放 我们台湾还有离岛地区的同修 因为国外的同修 或更远一点的同修 有很多的不方便 现实的条件还配合不上 还有疫情的考量等等 还有现在又有场地的考量 为什么 你看我们光本岛台湾的同修参加 大的场地 已经快要不够用了 可能还要找更大的场地 那没有来参加的同修呢 那也没关系 就跟着随喜 跟着好好的精进 这样就很好 那这个有很多的各地的弟子 寄了很多的中秋月饼 还有柚子 还有很多的中秋礼品 我都有收到了 希望大家不要破费 那这些一个人也吃不完 都请僧团还有其他道场帮忙 先供佛供养三宝以后 然后大家这几天有活动啊聚会啊 就帮忙吃一吃 吃一吃就是 也要适度的运动 看昨天 两年都没有见到的很多同修 虽然戴着口罩啊 大家认出来 某某同修你好久不见你来了 你胖了 过一个中秋那可能更胖了 应该说是更成熟了 更健康了 岁月不饶人 对不对 体态也渐渐无法控制 不过学佛的人应该更重养生 运动啊 断食啊 各方面的忌口啊 自己要求一下 自己还是保持很庄严的一个外相 庄严的外相干什么 大家结缘度众的时候 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啊 你看我学过修行啊 精神异议 都没有这些文明病 都没有这些饮食或者生活失调 产生的一些毛病 精神很好 然后健康状况很好 邀请大家来学佛 人家会观察你的 人家会观察你的 对不对 你去节远说 来 我们到场 龙德上师要主持法会 要传授皈依 传授戒律 大家来那些善心也会观察上师 一直看一直看 真的假的 他也会看 那这些原众法友们 他们也会观察同修 大家都有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要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 做一个好样子给世间的人看 今天要先回答 对了 还有同修 今年往年度很多人来参加 中秋火供法会 今年没来 还为我举办了一个戒杀护僧会 在这里非常随喜大家的功德善行 希望大家道业有成越来越好 好 首先回答 一位桃源氏 一位汪先生 二十三岁 你称弟子 那应该是有三规 你有三规 汪先生 你就是就读中国医药大学中医系 感恩上师三宝 慈悲赐福 弟子在大二接触道场 开始在观一山学佛修行 学佛以前弟子的肌肉筋脉都很紧 学佛以后开始感受肌肉偶尔不自主跳动 通常是同一块或者同一条肌肉 跳动约几十秒 每次跳动位置不固定 弟子觉得身体肌肉在放松 应该是气脉畅通的现象 所以不在意 但是大三开始发现 两条腿的内侧肌肉 进膝盖处开始不见了 凹了一个洞 你也不以为意 但是到去年 到今年开始 弟子肌肉跳动的频率 越来越频繁 大部分是肉眼看得见的 一个地方抽动十几秒 偶尔是用电流的方式 等等 我看重点 所以到了今年六月八号 发作最明显 还没去医院检查 体重维持 我跟这位汪先生讲 这就是你当然可以去看医生 检查是什么原因 在佛教因果的方面来看 这是沙业的问题 家里如果有沙业的行业 看能不能先停掉 先停止 那既然归于佛门 你就来参加 你是桃园的 同修 你就去桃园道场共修 参加他们的护生会 保育放流会 作为里面的 帮助推动 揭杀护生的一份子 有的时候 这个 家里有沙业 我家族有沙业 因为是晚辈 就是讲话 人家长辈不一定听的 所以一下子要改行 可能没办法 所以就是 你要去看看 这有家族沙业的问题 沙业很多 沙业很多 就是家里 比如说是养鱼温 养鸡场 养猪 或者就是 就是做这个鱼罐头 等等的 或者上司 我上司也记得在 跟人家讲说 你家里有沙业问题 有猪的问题 也是跟我说 没有 一直没有 结果后来 才知道他就在做什么 好像是什么 猪肉酥 就是说没有猪的问题 好像是 所以是要听得懂 跟你讲你要听得懂 家里有着沙业问题 然后真的改不了行 赶快参加 这个放生会 介绍护生 赶快投入去推动 然后这个要有 配合的相关的定课 来解缘世杰 再来就是 新加坡的 黄同修 三十岁 黄同修说 弟子两年前 室友陈女士流产 当晚惊悚梦境 这梦境 大意就是说 有一个女厉鬼 恶狠狠地对她们说 不让她们家里生小孩 然后呢 告诉她们的父母 母亲这个梦 她们也不在乎的 同时领着 领着你啊 看着梦境的人 看起来像古代文官 手里拿一本布册 开口说啊 这个家族已经没有足够的存款了 家族没有足够的存款 这个家族已经没有福了 没有福报了 福很薄 福很薄 常常连带着 障碍很重 业障很重 为什么福会很薄呢 每个人就一枝草 一点鹿 为什么你这一滴鹿水 特别的容易干涸呢 那就是因为有业障的关系 或者就是 你家里有人造罪造业的关系 所以 就是说他们家里不可能有孩子 这是你梦境的梦境 然后就去打听一个观音庙 听说 求子灵验 就在那里请法师帮忙做法事 后来梦境中女鬼又出现 不要以为你们请法师修法 我就会让你们如愿 你们的父亲羞辱了我 还把我杀了 这是你梦到的了 所以我不会让你们有孩子的 孩子的粤语 两个意思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男孩 是不是叫窄啊 窄啊 窄啊 那个意思 这女鬼用粤语呛行就对了 好 这个朋友想要生个男孩 但不能如愿 而和他们的家里都是男孩 没有儿子可以继承香火 所以我朋友非常渴望有一个儿子 可以过继到女方家 请示上师我弟子的梦境是否 与我朋友不能如愿求得 还有一定关联呢 这就是把着眼点放在 他们家的福报已经 就是比较薄了 这样把着眼点放在这儿 第二呢 要去行功造德 要忏悔业障 然后呢 如果要求子 行功造德 忏悔业障 这八个字 就是一直做 做着做着 觉得自己 就是有认真修佛法 有在忏悔业障 行功造德 做了一阵子 也不见特别的感应 就不要强求 为什么呢 因为福气很薄 强求来的小孩啊 有的时候就是逆缘 就是跟你这个冤业很重 跟着父母亲唱反调啊 抱仇抱怨的 很多 强求来的就会这样 所以你就是 既然已经没有 你说一定要一个男孩继承 子嗣 继承香火 这男孩 真的出生了也不一定继承香火 也不一定就继承这个家的家业 或者去帮这个家族啊 造福人群显扬家生 也不一定 你这个男孩出来可能就是 让这父母 大失所望的也有 拜家子也有很多 所以这个时代 还要继承香火 这个是 真的继承香火呢 就是让你的祖辈啊 他有什么样的善德 能够流传下来 祖辈都是学佛的 造桥铺路的 都在戒杀护生的 都在帮助 孤儿院老人院的 祖辈都做这个事 你就去继承这些事情 去把它做下去 然后要想办法超度先王祖先 最积极的是这个事情 你真的生了一个男孩 祖先就会特别高兴 或者他的境界就会提升 很多是未必 有的时候没有生男孩 祖先还马马虎虎啊 生了男孩做奸犯 可是祖先被关起来 很难讲啊 所以就是 我们这个就是 不要强求 有的人 没有男孩 还有这么多女孩了 你这里想还有这么多女孩 女孩子很好啊 女孩子有的 就是比男生 更懂得体贴父母 有孝心 或者就是会照顾家里 这样 有的就是 就算是嫁人呢 他的心呢 也都想着娘家的父母亲 常常去照顾啊 常常去看望啊 都有 有的就是 还刚好嫁得不远 住得很近 那简直就是 常来常往了 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时代啊 不一定要这么 这么 保守啊 那就是 没有男孩 有女孩子也很好 已经很好了 不要再硬去生 硬生了以后 又是一个女的 你们又要失望 对不对 强求求一个男的 哇 早产了 我手指头少一根 一个眼睛 有点弱势什么的 你看看 不要强求 没有福报 不要强求 或求一个来唱反调的 那如果男孩女孩都没有的呢 怎么办 男孩女孩都没有了 赶快就去放 你们那环保局答应的话 你就去放鞭炮了 你就没有儿女在啊 没有儿女在多好啊 你看看 林万生大师 他有佛母 他也没有小孩 对不对 是不是 像这样 有些成就者 无论是佛教 或者是很多的宗派 有一些有这种大作为 大成就 他没有子嗣的 他没有这种世间法 这种父子母女的冤欠 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所以就像是 我过去都没有跟人家祷慧 没有借钱不还 我过去都没有这种恶业因 我来就不会有人祷我的慧啊 我来也不会有人给我借钱不还 就是没有这样的业因嘛 过去就没有这种子女的这种业因 这子女很多 几乎大部分 大部分 很少是来报恩 大部分都是来讨债的嘛 儿女是债嘛 对不对 夫妻是远 儿女是债 没有的话 你们那里可以的话 当然放鞭炮 不然就八观再戒三天庆祝一下了 高兴 两夫妻身体顾好 不要吵架 爱做什么做什么 怎么修 怎么行功利得 你就放手去做 把人生做得很有意义 如果有儿女的 父母就要为儿女 牺牲奉献 就是这样 我眼睛都要看上面 不敢往下看 他们在座的观众 以为我在暗示他 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这样 所以 简单回答 所以 这个世间事实上就是如此了 再来苏先生五十六岁 住在高雄 亲友介绍 樱花会员 五首戒 有紧急状况 哇 这个 什么紧急状况呢 一百零零零公司 卖给 某证券公司 弟子整个人失业 然后经由社团朋友介绍 在未知情况下 乌慎投资了由经济罪犯 设立的某公司 还有某诈骗集团 你投资了这些 某公司 你被骗了就是了 一百零八年开始分享投资 当时有分享投资讯息给几位亲友 自己也将资金投入该公司 数百万 后来 诈骗主谋 运用诈数 引导投资人将资金 汇入 某账号 某传播公司账号 到一百一十年五月 弟子才知道他们是有计划性的诈骗 弟子于亲友的资金全数被骗 生活陷入困境 亲友因资财损失 埋怨弟子 投资人有三位 不甘心投资损失 认为你是这个诈骗公司的同谋 意图私吞他人资财而提告 要求弟子赔偿三位投资人 投资的全部资金 你说弟子现在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眠 然后一百一十年十月 家里被法院贴上封条 以及祖产农地被作假扣押 高雄民事法庭 判决你需要赔偿数百万元给那三位朋友 弟子可于收到判决书后二十天内上诉二审 你是否可以以佛法功德化解民事赔偿的责任 这样就是说你既然有结了佛缘呢 你怎么没有皈依佛门呢 很多人也是已经皈依佛门了以后我也要劝他 你既然皈依佛门跟上师跟道场互动 为什么都不热络都不紧密呢 我们就在这种五着恶事 像这种诈骗掠夺的事情 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用智慧或者用科技来网路犯罪 会越来越多 那你如果跟道场能够互动紧密的话 那就像在这五着恶事中 有一个清流有一个光明的团体 大家都是善良人学佛修行 就好像在着世中遮风避雨 大家准备移民到净土去 那就是皈依它有一个很大的功德之一 那在这样的一个清流团体里面 有很多这方面的人士 在你投资之前他就会劝你 那这就是诈骗 这个要小心 你剩下一点老本要放好 或者你有钱不要让人知道 要好好做规划等等的 那一开始事已至此 那你说这时候要念怎么样 要念哪一部经要修什么 要念还是要的 为什么呢 你说你睡不着 睡不着不如诵经忏悔业障 因为这整个过程啊 你说你是无心的 对不对 无心的也有过了 是不是也有过失 无心的过失也要忏悔一下 每天建议你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你可以自己累积 念一部六七分钟而已 念快的话五分钟左右就送圆满了 你如果累积到一千部 回向忏悔这个业障 希望这个事情能顺遂 相信你会有感应 那到时候有缘的话 你可以再进一步来提问 那既然跟佛门结缘 我刚才讲了 就要皈依三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法呢 你只知自己要小心 不要上当了 那皈依身呢 就是不要跟一些不恰当的人交流互动 其实这就毙掉很多灾祸结了 有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的人 他一生就能得到幸福平安 精进修行就能得到自在解脱 有的人就是挂名皈依 实在就是没有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的觉悟 皈依法的正道 正确性 做事情 待人处事 投资理财 储蓄 都要有正确的做法 皈依身就是皈依亲近的人 不要皈依很多问题的人 不要去亲近他 所以就会给自己带来平安幸福 皈依三宝有很大的功德利益 所以你来跟佛门结缘 你如果要得到观音山 得到隆德上师 得到常住三宝的加持 保佑 你要听上师跟你讲的话 不是来结一个缘 其他问题都解决的 这学佛没有这么容易 然后就得到这么多的加持 就是要有一分的虔诚 他就有一分的感应 所以建议你每天晚上念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可以跟我们到桃园道场请一本 这是免费结缘的 念到一千遍 很快的你就会有感应 一天可以念很多遍 起码安眠药这方面就会有 可能就嫌不用吃 再念个几百步 好像很多事情想通了 再念个几百步 我们很多的感应 念着歹徒被抓起来了 你知道吗 歹徒被绳之以法 或者就是说柳暗花明又一春 至于这佛菩萨怎么加持你 怎么给你一个波云见日 怎么给你一个世间法所谓的奇迹好了 那看你自己的发心虔诚 那你说这个要不要上诉呢 这个我就不便回答你 你也可以到道场去请示菩萨 再来就是彰化邻居士 四十岁 你说弟子有到网路上 进行三规一课程测验 其中有一题 早上起床后出门七步内 就要升起归一的心 念诵归一文 或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心咒 如果没有行持 就算是犯了归一戒 对啊 这是莲花生大士所教诫的 这归一的心 这就是说你出门七步 不是指说出门那七步 1234567 然后你就要念一下 然后念了这句佛号就忘记 这意思就是说 你人要出门的时候 总是要锁门 关冷气 关窗 这些戴一些外套 杂事 对不对 杂事 琐事一堆 这种状况下都不能 失去皈依的心念 主要的要指在这里 就是你晚上睡觉以前 半夜起来上厕所 都要意念上十三宝 或者要意持佛号 不只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尊佛 七步以内就这样 如果比较僵化的呢 比较僵化就是说 没错就是你常常一出门 七步以内 你就要开始持诵皈依文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 或者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圣号 或者是咒语这些 一般 像我来讲早就是养成习惯了 我是几乎 那不是出门的 几乎都是时时刻刻 有时候在梦里都在修法 在持咒等等的 晚上就像我刚才讲 晚上起来如果有起来上洗手间 或者盖手 那通通也都是在持咒 要睡觉以前也是 那都离不开观修的 就是如果你在金刚圣 有甚深的所谓成就六法 或者大圆满六法等等 这六法就一天二十四小时 分成六等份 包括你睡眠在内 这中间没有离开修行的 所以这皈依界是基础 要你都在皈依的状态内 要这样常常的意念三宝 意持三宝 那为什么连诗要做这么 我们一般世俗人听起来 好像很严格的交界 就是保护我们 在这五浊二世中 你没有这样一念三宝 你可能没有办法解脱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染浊 当无常 逆缘现前的时候 你可能就常常更失去很多的正知正念 我们现在要搞得清楚状况 在这个世界是五浊二世 要能够平安度过 达到解脱或者往生净土 但不是随便三两下你能做到的 那真的要发心 真的要用心 把这种皈依三宝 修学佛法 融入自己的生命当中 所以以事项来讲 出门要走七步 或者开车 七步的距离 大概是这样 你这个开始就要 诵经修法持咒 这还好 如果今天交通有一点障碍 我相信还能给你化解 或者大师化小的 养成习惯 这就是一个好习惯 你看以前 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 退伍的老兵 这退伍的老兵 就是经人家介绍 就是娶了一个太太 相亲娶了一个太太 每次晚上要睡觉 这老兵 要进他太太的房间 那太太就是学佛的 就是为了要训练她先生 对佛生起尽性 接下佛缘 就说你如果来进我房间 我房间有挂一个灵 你要摇三次这样 然后要念阿弥陀佛 念几次 然后要 在尼泊尔印度都会这样 念佛绕台 要摇一摇灵 他说你这样才能进房间 这个老兵 每次要进去跟太太睡觉 就会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次 这个老兵 舍爆了以后 是这样往上的 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 但是他每次想到他太太 他就想到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做什么事情 包括这种夫妻的敦伦之事 你都不要离开佛法 都不要失去对佛的尽性 像老子说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可理也非道也 道就是真理大道 用在佛法一样 佛法是最圆满的真理大道 不可虚于理也 你是不可以稍微的时间离开他的 可理也非道也 你如果可以稍微离开他 那就不是真理大道 我记得以前去听大圣经典的时候 那法师他也很慈悲 有分班 对于这个 比较有智弘法修行的人 他都会做培养 可是年轻人都会交男朋友 女朋友 有的已经来不及学佛 就已经教到了 所以就成双成对地来 学佛听经了 对不对 那法师都会对他们开示 就是说你们在一起 如果要亲热 要约会要亲热 都要讲佛法 你要亲热要先讲佛法 随时随地都不忘利益人 讲到这种程度 更何况是出门的 七部内的归一切 是不是 所以你说现在很多的男女 他要交男朋友女朋友 也会来问我 那男朋友女朋友要怎么交 我跟你讲他会阻止你修行的 你千万别交 你们就有得吵了 那你说我因为爱情 舍弃我的信仰 那你就是愚痴 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 因为他你舍弃信仰 那就是你最大的冤亲在主 你看懂了没 他不必魔王 噴着火焰拿着武器出来 毁灭你的道心 他随便派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就把你毁掉了 是不是 要交往对象你要看 他有办法增长你的道心 跟你走修行的路 就是可以 我们在佛教读可以结婚 可以交男女朋友 可以生儿女 组织家庭 在家居室 这都是自由的 这也是戒律允许的 但是可以做这些事 你就是绝对不能没有修行 就一定要有修行 你要生几个 那看你们自己去规划吧 但是你一定要修行 生一个要修行 生十个也要修行 你一没修行就完蛋 就是依报就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你这个人本身 你这个人本身的正报 你没修 没有福德 你的依报就差 子女学坏 身体不好 出车祸 留疾 交坏朋友入黑帮 什么的都来了 因为我们的依报 是随着我们的正报转的 是不是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 你就是要有修 你看你会说 有很多人他没有修行 他过得也很富有 儿孙满堂等等的 你知道你有神通 你看到他过去干什么了 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脸 只是这辈子修不好 修行人有修得好修不好 修不好变企业家了 你知道 那过去他修的 那持戒 敲钟 念经 度人 佛前 拜灿那些福报 他现在就变得 他一切都很富足 他在享用 享用光就没有了 受用光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人 他会一事修 两事修 三事修 他不会误入歧途 然后把这些福德通通回向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 回向无上佛道 我不享受 我不浪费 不受用 我回向无上佛道 或者回向净土 往生到极乐世界 永享极乐 那才是真享受 修一事 然后就耗损一事 修一事再耗损一事 那早晚也要下三恶道去 为什么 因为人的那个欲望 越重欲 那个欲望越难把持 一事会比一事差 好 再来 就是台中的皇居士 二十八岁 上师曾经开世 有些人的习气 搞不清楚状况 先起义 虔诚礼佛 拜佛可以去移毒 若原重看到大家都虔诚 恭敬礼拜诸佛 顶礼 也可以消除他人的移毒 升起前进心 怀疑的疑 但也有亲友会觉得 有必要这么虔诚吗 上师 请示上师 因为担心他人觉得自己太虔诚 而刻意收敛 自己看起来很虔诚的行为 如本来应该十五顶礼 改成三顶礼 这个行为是对自他 是有利的吗 有 这个世间人 人 鬼 神 龙族 都有 你看你虔诚精进 他会嫉妒你 他会恨你 就是他自己的不善根 任何原因 或者跟你有仇怨 或者是吃过修行人的亏 等等的 什么原因都有 他只要看你精进 他破坏你 像魔也会 人 鬼神都会 所以你遇到人 他看你这么精进 他的心里不舒服 你需要这么虔诚吗 需要拜十五拜吗 一般人看你拜十五拜 确实他不了解 为什么就十五 为什么不十六 为什么不十三 对不对 失败不是更刚好 为什么要十五 他不知道 不了解你怕他生起其他奇奇怪怪的想法 那就是你这人很体贴他人的心 很体谅他人 你可以啊 你就三拜 可以了 三定力 或者在佛前问讯就好 但是他走了你再补上 不然会有因果 我今天本来要拜十五拜 因为他在看 所以我拜三拜 扫十二拜 记在谁头上 对不对 你因为他缺损了这样的功德 所以你就再补上就好了 或者有的 我知道有的人看人家拜佛 他会不顺眼 他会觉得你们宗教狂热啊 迷信啊 被洗脑了 我才不会像你们这样呢 那是老先生老太太在做的事情 对不对 他想法很怪的 因为我在佛前我就是问讯而已 或者我就鞠躬 就是鞠躬 四十五度 然后我就招呼他了 让他知道我恭敬三宝 我有信仰 但是我不会在他面前 不恭敬三宝 为什么呢 就算他心里看我们拜佛 问讯鞠躬 他会起反感 但是也在他的八世田中 种下一个好的种子 原来人要拜佛 现在这个种子没有开花 结果以后会 他以后就知道 我以前都不懂 都不知道拜佛 现在结果他拜得比谁都勤 这就是他因缘成熟了 所以 这很难说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观察 智慧判断 做这些善巧方便 这样很好啊 代表你都会为他人想啊 有的时候 你招呼朋友到家里 除非比较有信仰的人 你说某某先生 欢迎你来我家 麻烦你坐一下 我要拜十五拜 我在那边 你是又胖 拜得又喘 我在那边拜 这也是奇怪 你是邀请我来你家 看你表演 他这表演看起来 也不怎么精彩 我都想上前参扶你了 所以你就判断一下 来家里的人 他什么状况 这是对的 要有一个觉知 人家对我们的印象 他本来想 你们这个佛法是什么 心里很烦 佛法是什么 他邀请你来 先看你拜十五拜 他吓到了 我是不是信了佛法 我也要这样啊 他吓到了 有啊 有这样 那你就不要 你就举个弓 马上就泡好茶给他喝 点心啊 水果其他吃 那就是渐进式的 然后他会很 他如果知道你们每天要拜佛 他说 你每天要拜佛 那都要跪拜吗 你说可以跪拜啊 也可以说佛祖早安 Good morning 就是这样啊 没错就是这样啊 你看以前那个 白教的大禅师 佛卡仁波切 他不是供一尊会说话的绿度母吗 现在庄障在一尊大的度母的心轮 那尊大禅师 早上只要起来 都跟他说 仁波切 早安 仁波切早安 那个声音 这很多人一起听到的 都跟他说早安 连菩萨都跟人家说早安 我们怎么不能跟佛祖说早安 对不对 让他觉得说 学佛很自在 但是这个自在中间 不能不恭敬 不能失去 应该有的 庄严 还有虔诚 所以这度人的善巧方便 自己多用心 其实 慢慢的 就是说要这人拜佛 要这人布施 要这人设佛祂 你要让他慢慢体会到 他需要 他家里真的需要设佛祂 他家里真的需要拜佛 或者是我个人 我觉得我现在皈依三宝 我真的需要虔诚 你要有机会让他慢慢知道 他自己发心虔诚 那我们现在不能虔诚 也起码 就要有那种随喜心 祝福人家好好修行 不要阻止别人修行 阻止别人修行 会有恶业因果的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